本期节目更新后 多位哥哥的相关话题都登上热搜 随后第五期网络热搜辞更新 从热搜辞榜单上看 总冠军显而易见 本期节目大概率不会出现黑马哥哥 但有哥哥被节目阻力捧 各位读者 你们知道他是谁吗 披荆斩集四刚订当的时候 网友们就在猜测哪位哥哥会成为总冠军 当时大家都认为 本期会上演冠军之争 也就是说 总冠军会在李克勤和王正亮中诞生 可随着节目播出 大部分网友慢慢地都认为 王正亮获得总冠军的可能性更大 李克勤绝对是歌坛老前辈 业务能力无庸置疑 每一轮舞台公演 都给观众们带来惊喜 但我们要知道 披荆斩集四并不是音乐类综艺 而是更偏向于娱乐性质的综艺 也就是说 需要哥哥们给节目带来热度和关注度 目前李克勤的话题讨论度并不高 相比之下 有长进 杜海涛 阿如纳 石凯的热度却非常不错 虽然杜海涛的热度主要围绕各种争议 但不可否认的是 他会顺利地进入总决赛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还有可能成团出道 毕竟他是天余的艺人 从官方发出的披荆斩集四第五期网络热搜词上看 我们会清楚地看到王正亮 然后就是石凯 在第三轮舞台公演中 石凯部落和王正亮部落联盟 根据现场观众透露 他们的表现非常精彩 不得不说 石凯这次的选择是非常正确的 苏醒在录制综艺的时候 直接透露披荆斩集四的获胜秘诀 那就是抱王正亮大腿 在披荆斩集四中 王正亮的热度绝对属于第一梯队 而他的业务能力和格局也被哥哥们认可 也就是说 王正亮夺冠绝对是服众的 如果王正亮获得总冠军 那么李克勤大概率就会获得最佳队长 看到这样的情况 有很多网友并不认可 因为他们坚信本季节目还会出现黑马 就像陈浩宇一样 但这档节目刚开播 就注定不可能走成风2024路线 因为黑马选手已经没有时间可以脱颖而出了 也就是没有完整的成长线 最初 很多网友都认为阿如纳是本季的黑马 但网上却传出第四轮舞台公演阿如纳被淘汰的消息 因为他要进组拍戏了 所以只能退出披荆斩集四 还有网友认为维里恩是黑马 因为节目播出前 他的关注度比较低 节目播出后 他的排名却在第一梯队 并成为新队长 可是在后面的舞台公演中 维里恩也是去做队长的资格 本季节目弟弟们的关注度比较高 当节目组发出各种打头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发现 他们的粉丝非常给力 弟弟组石凯 早安 庆年 有掌镜热度都是不错的 可是有哥哥在 弟弟不会夺冠 披荆斩集四即将迎来第三轮舞台公演 有网友认为现在判断谁是总冠军为时过早 因为陈楚生是在第四轮舞台公演组队 才脱颖而出的 但我们要知道 披荆斩集四第四轮舞台公演 邀请陈楚生 王立新 张远 于浩铭返场 这样的情况出现 怎么会给其他哥哥机会 王忠亮必定会持到再就业男团的福利 因为兄弟们来了 从整体上看 本季节目不会出现黑马 而石凯 维里安 有掌镜党人都是节目组立棚的对象 所以本季节目的总冠军大概就是王忠亮 各位读者 你们认可吗 披荆斩集四正在热播 在本期节目中 哥哥们开始准备第三轮舞台公演 而第三轮舞台公演采用的是部落联盟 看到正片播出的内容后 很多网友都表示 导演见人下菜碟 当度海涛喊暂停的时候 哥哥们的举动却意味深长 各位读者 你们怎么看 第三轮舞台公演采用部落联盟的方式 节目组给哥哥们30分钟的交谈时间 只要双方达成合作意向 就可以进行组队 不得不说 哥哥们组队真的比正片还精彩 梁龙部落和维里安部落心态很好 他们并没有主动交谈 而是静静地等待 并喊话梁龙部落 到最后他们可以进行合作 梁龙愉快地回复 到时候咱们就叫剩余部落 石凯对王征亮部落抛出橄榄枝 当王征亮和队友商量的时候 石凯和队友说 如果王征亮不选我们的话 我们就还是打他们 也就是说 石凯的理论是 打不过就加入 加入不了就继续打 友掌静希望可以和李克勤合作 简单交谈之后 他们就达成合作一项 当观众们都以为 他们两人会顺利组队的时候 多海涛却突然说 克勤哥 我们还可以表达嘛 当时友掌静露出一脸猛的表情 但还是会非常礼貌地往后退 表示多海涛可以表达 梁龙和王征亮都表示 还没有按手印 石凯 高清晨 扶龙非都支持多海涛争取 主持人也给多海涛机会 这样的情况出现后 所有人都在等待多海涛开口 邀请李克勤组队 不料阿儒娜却说 所以你们不要商量的时间那么长 选定一个 认准一个就上 阿儒娜话音还没落 石凯立即说 你闭嘴 听到石凯的话 全场的哥哥哈哈大笑 李克勤和友掌静走上台 就意味着他们达成合作意愿 而李克勤是一位非常讲义气的哥哥 所以无论多海涛说出什么 他都不会改变自己的选择 这也是对友掌静的一种尊重 李克勤对早安部落的夸奖 确实是发自内心的 但也确实是在客套 并明确说出下次合作 现场的哥哥看到多海涛喊话 只有阿儒娜说出真话 这也非常符合他的性格 确实是他能做出的事情 虽然石凯不让阿儒娜说话 但石凯的出发点是好的 也是在变相保护阿儒娜 当选人组队结束后 哥哥们开始选择排练 让大家没想到的是 维利安被批歌导演 骂到自闭话题突然登上热搜 维利安属于安安静静唱歌的歌手 结果第三轮舞台公演 他需要做唱跳 因为演绎宽和袁成杰的排名比较低 为了不让他们被淘汰 所以他开启没日没夜的排练 可是在彩排的时候 所有的问题都出现在他一个人的身上 导演直接点明他存在的问题 彩排结束后 维利安感觉有些抑郁了 很多网友都认为导演的方法有些欠头 如果是向左出现问题 导演敢这么说吗 还有些网友认为 导演直接指出问题是很正常的 这并不算骂 有问题就说出来 这样对谁都好 维利安被批歌导演骂到 自闭话题确实引起较大的争议 因为这个话题本身就有问题 导演组没有骂维利安 而维利安心情不好 是因为自身的原因 但不管怎么说 这条话题确实给节目带来 关注度和曝光度 披荆斩集四第三轮舞台 公演部落已逐渐完成 从网上传出的消息上看 三宫淘汰的诗宁环与和袁成杰 各位读者 你们如何看三宫组队呢 你最喜欢哪个部落呢 说到底参加这种节目 对艺人来说是福是祸呢 对于李克勤这样的老牌歌手来说 这无疑是一次重回大众事业的好机会 但是对于一些新人来说 这可能是一把双刃剑啊 就拿那个被淘汰的王毅哲来说 本来想借这个节目翻身 结果反而成了最快被淘汰选手 这下可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 观众的狂欢 明星的修罗场 最后 我想说的是 不管节目组怎么操作 不管选手们怎么拼命 最终的赢家其实是我们这些观众啊 看着这些明星们在舞台上又唱又跳 又哭又笑 我们不仅获得了欢乐 还看到了他们不为人知的一面 这种感觉 简直比吃瓜还爽啊 感谢观看